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叫HM 那今天主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MetaCreator可以幹什麼 那會有這一份投影片是主要 是因為我當初在學MetaCreator的時候 我查了一些文件 然後OK 我學會了MetaCreator怎麼用 可是它可以幹嘛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一直沒有太多的答案 那所以才有今天這個Talk 我想分享一些我的經驗給大家 那我在網路上的NICNNN叫HYCHN 然後學Python是2006 那我本來是想要學PER 然後因為學不會 所以我寫一寫就寫成Python了 就寫到現在 那11年的時候成為Dabit Maintainer 然後負責維護一些兩個Python的module 那可是沒什麼人在用 就我在用 然後我一年成為Canonico的Software Engineer 不過我是很常寫Python 然後我的部落格跟一些聯絡方式都在下面 那今天的Source Code 我大家就是可能不會講太多 那大家到最後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 我收拾框也沒放上去 今天主要討論的是Python2的New Style Class 那因為主要的 現在就是很多Library主要還是在2.7上 所以今天我只是討論Python2 然後 這是我的大綱 然後 一開始會先介紹什麼叫Meta Class 那 再帶幾個應用 也就是我想要Focus的主題 就是說Meta Class可以幹嘛 然後最後再下一個結論 那 當大家在用Jungle的時候 或者是用一些Framework 你會發現就是 你在訂一個Class 結果發現它的行為跟你預期的 並沒有很一致 那可能它背後就用了Meta Class 在 對你的Class做一些修改 那 在Python裡面 主要分為 其實分成了三個物件 那 Python裡面每個東西都是物件 主要分為Type跟Class跟Object 那 Type會去產生Class Class會去產生Object 那 今天只會討論到 Type去怎麼產生Class 那 物件是類別的實例 然後類別的是行別的實例 所以呢 Type就是我們 今天的主題就是Meta Class 那所有的類別都會繼承 Object的這個類別 那所有的類別都是Type的實例 那這裡 聽到現在大家應該有點模糊 不過 沒關係這個可以Skip Data 好 我們一般在定義在 Meta Class 定義Class的時候 其實 是長這樣 那上面這一段Source Code 是我們比較常寫的 那下面這一段Code 其實跟上面這段Code 就是要是等價的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Interpreter裡面 去一步一步的去產生一個Class 那為什麼這邊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很了解這個流程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去利用Class 在Class產生的過程中 你去做一些修改 那你Class它要去 其實它是Meta Class的Instance 當你的Class有一個Meta Dash-Meta Class這個變數的時候 就代表說你這個Class的Meta Class 它被Overwrite掉 或者是它繼承的物件 它也有這個變數 所以它的Meta Class 就不會是Python Default的Meta Class 也就是Type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般會用到的 就是最簡單最簡單的Code 就是說你要用 你要把這個MyClass 它Meta Class 換成MyType 那你會把一些Magic的 就是其實也不是說很Magic 主要會覺得那個很Magic 是因為你不常去寫它 那大部分的人 也不太需要去寫這些東西 除非你是做Framework的 你想要讓用你Framework的人 不要太了解底層的實作細節 你想要把一些 就是一些實作細節隱藏起來 那你可以用那個Meta Class 除了這以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我覺得用Meta Class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少打一些程式碼 所以你可以活得比較快樂一點 OK 那當我們定義好說 這個Class的Meta Class 要被換掉 換成另外一個Type 那你就要自己去定義你自己的Type 那一般來說 你會有兩個主要的Method 一個叫-new 然後另外一個叫-i-t 那new去決定Class怎麼產生 i-t決定Class產生後要做什麼動作 那這裡是描述Class怎麼產生 好 這個Skill掉 好 那我們Class的跟Type的關係就講完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討論應用 那第一個應用是Singleton Singleton 如果大家有讀過Design Pattern的話 Design Pattern的話應該不是很陌生 它就是說 一個Class它只能夠產生一個Instance 不管它做幾次建立物件的動作 它產生的物件其實都還是同一個物件 比如說Database通常在程式執行中 它只會有一個實力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的 第一個是你可以減少記憶體的使用 那第二個好處是你不會在程式的過程 就是使用程式執行的時候去 SS不同的實力 也就是說你本來應該只有一個Database 那它保存的狀態應該只有一個 可是你因為你產生兩個實力 所以它就有兩個擁有不同狀態的實力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混亂 OK 那不用MetaClass也是可以做到Singleton 就是讓Class變成Singleton 那這是在 這是沒有用MetaClass之前 可是 所以你會看到 它建立的Db1,Db2,Db3這物件 都是不同的ID 我們可以用ID來確認 產生的實力是不是 同一個 然後這個是用了MetaClass以後 那我多定義了一個Messor叫RMIT 可是 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根本不會看到那個程式 因為其實 它會去說 你的Get instance 就是 其實它的Initial的Messor 已經被Overwrite掉了 你剛才有看到 我有定義一個 OK 那個還沒有提到 就是說 它的 產生物件的這個Messor 已經被覆蓋掉了 所以我剛才定義的那個Initial 其實應該不會被執行到 然後相反的 當它Class 建立起來以後 然後去產生實力的時候 它就會警告說 你不應該用這個 不該這樣子的簡 你應該要用相反 用另外一個Messor去取的Instance 所以在這個例子中 它每個ID都是一樣的 每個物件都是同一個 然後這是它背後的邏輯 你可以看到DashDashCore 就是已經被覆蓋掉了 所以它 它就不會跑到剛才那個Initial 好 這是 讓我們第一個例子講完 好 再來是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 當你在訂一個Class的時候 拿這個Class其實是用來描述一些可以數的東西 比如說書啊 然後人啊 然後車子啊之類的 那你會希望說 你要有一個方法可以記錄說 你現在用這個Class產生幾個Instance 所以 傳統的做法是 你可能會用一個Variable存起來 然後可能放在別的地方 讓其他的function可以去Access 那其實如果你用MetaClass的話 你可以讓Class自己去知道自己有幾個Instance 那這是完整的ClassCore 那上面就是 我有一個Book的Class 那它MetaClass被換掉 叫Counterable 然後下面就是它執行的程式碼 要執行的程式碼 那它就是要建立四個Instance 然後我們會比對一下它 那它Class有一個Attribute叫Counter 我們會去觀察它這個Counter的有沒有變化 那這是結果 執行完以後 它一開始就會說 我有零本書嘛 然後建了四個實例以後 我們就有四本書 所以在這種 用這種方式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讓Class知道它建了幾個實例 那除了 除了這邊的應用以外 你也可以 它也很常用在Extension的 或就是Plugin的System 譬如說你有一個Class叫Extension 然後有人要寫Plugin的話 它就要繼承你的Class 這個Extension的Class 那它在做一些客製化 就可以做 就是可以幫你的程式 多加一些功能 那我們很常 有一個很常的需求 就是說 你要讓User可以去控制說 你哪些Plugin要Enable 哪些Plugin不要Enable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 非常類似 你可以讓它在Round Time的時候 讓Class知道 有幾個Class繼承 有點繞口 就是有幾個Class繼承 Extension這個Class 那你就會知道說 有幾個Plugin被Enable 那這是背後的邏輯 其實它做的動作很簡單 就是Class被建立的時候 它會去把Count給射成0 然後當Instance被建立的時候 Count就會被加1 非常簡單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第三個應用 那 這第三個應用是討論說 你要怎麼去做Class的驗證 因為Python是弱形別 那弱想跟強行別的語言 像Java Java或是C++ 就是說你要在Class描述說 它應該要 因為我不是很熟悉在家跟Java 我換一個方式講好了 就是說你要去定義一個Class 它應該要具有什麼介面 就是說它的Method應該要什麼 然後Attributes應該要什麼 那在Python裡面你要去做它 你不用MetaClass的方法 是你可能去寫一個Function 然後把Class傳進去 然後去驗證說 這個Class是不是你要的 就是說 它有沒有實作你指定的Method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很簡單的Code 就是說 假設我訂一個Class叫JokeInPTT 就是說PTT的笑話 它必須要去實作 每個笑話應該要有的介面 那這個每個笑話應該要有一個笑點 叫HahaPoint 所以 那我們會希望說 OK 我這個Class已經定義好說 它應該要實作上面的那個Class 那我要怎麼去Check它 所以我寫了一個MetaClass叫 HasInterface 指的就是說 這個Class它必須要去 它必須要實作上面的這個Class 就是你用那個MetaClass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當你在import module的時候 它就會跳一個error 所以它就會說 你找不到這個 找不到HahaPoint 那 其實我 因為我為了考慮到 就是讓大家比較好懂 這個程式碼在幹嘛 所以我主要說 就是我們要寫太複雜的Call 所以我後來想到這個 就是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寫一個Class 已經用MetaClass去做Class的檢查 那 繼承它的Class 有沒有辦法 我可以去檢查它的interface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在下面這個程式碼 應該是做不到 因為這個程式碼它去做了什麼 它就是 MetaClass是has interface 然後它的那個dash dash new dash dash 它就是 在Class產生之前 它會去 去執行check這個 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 就會去check說 這個cls跟interface 它們兩個的attributes是不是 是不是一樣 那沒有一樣的話 它就會說 我找不到這個attributes 那 在MetaClass它 對Class的干擾過程中 只有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joker in pttp 當它 當 第50行被執行的時候 其實Class就已經被建立完成了 也就是說 MetaClass可以做的干擾 已經被執行完畢了 所以 剩下的Class 就是要繼承它的Class 它就不會被MetaClass干擾 所以 那個check的那個方式 你就不會執行 所以 所以你就必須要 可能要再多做其他的動作 而不是套用這段code 這段code就可以去做 那我們接下來講 第四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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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希望一個class的method 或者是 它的attributes被 我要怎麼講 就是說 比如說像web web當你一個 假設你的function 是用來處理一個request 那你希望每個request 一傳進來 它就可以把 把傳進來的資訊 記錄到syslog裡面 那你會希望說 OK 我每次執行function 我就要去記錄說 它什麼時候會被執行 然後會return什麼值 然後會 什麼時候離開 你希望可以去記錄它的那個執行時間 那你用metaclex做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在 在class建立的過程中 你去幫每個attributes 都加了一個hook 所以它的 它的attributes被access的時候 它就會先去執行那個hook hook執行完了以後 它才會再去執行你真正的 就是才會去回傳真正的那個 Hook執行 這邊會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 我現在有一個class叫person 那我的metaclex被換掉了 叫logget 所以我會去記錄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person這個class 我希望它 它的 這個get的master 如果一被執行啊 我希望可以知道它 什麼時候被執行 什麼時候回傳值 什麼時候離開 那執行的code在這樣 我先建立一個 object的instance 然後去執行get 然後右邊紅色的 紅色的那個 紅色就是結果 它就會說 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function 叫get 然後取得 這個回傳值叫ionget 然後離開function 這樣 我沒有貼那個 好 沒關係 那第四個就講完了 OK 再來是講第五個應用叫 然後叫委託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 在design pattern裡面 有一個 patent 應該 不知道是不是 digation 就是說 你一個class它有一些功能 你不希望 你希望把這些功能 委託給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物件去做 去做處理 而不是把所有的功能 全部都塞在一個class裡面 這樣會使得class非常的臃腫 可是因為為了你要 為了要做委託 你不需要要重複類似的call 就是 比如說 寫相同的 method 然後 類似的 method 然後mapping到 另外一個物件的 method 那這個call非常的累贅 我們希望說 有沒有辦法 讓它可以自動產生 那 現在我假設我有兩個class 第一個class是rapper 那第二個class叫result 第一個class就是說 我們 比較 如果大家用過carol 或者是carol的class 它會有一個contest的物件 那如果傳進去的時候 你要assess contest的 method 你就要先 點contest 然後再點 這個contest的 method 這樣子 這個動作非常的 多餘 因為你就會希望說 我 我只要 在最外面的那個 那個物件 可以直接assess到裡面 的物件 所以 那這個 我可以幫他多加一些 額外的功能 我可以在rapper裡面定義 那我每個傳進來的物件 都可以是不同的物件 所以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個meta class來做這件事情 Raper的instance 我可以直接去assess到裡面的 比如說是result 我可以直接去assess result的title 或者是我把它換掉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個meta class來做這件事情 那delgat做的事情就是說 它會去換掉reaper的getatt- 這個meta class 還有setattr 這個是 slide亂掉了 那我可以直接講 沒關係 我可以直接講 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用 我們在改一個物件的 的attributes 可以用setattr 或者用getattr去換 那它對應到 你要在class去 它對應到class 就是叫做 dash dash getattr dash dash 然後dash dash set attr dash dash 那 你就是用meta class去把這兩個東西換掉 這樣好像很難講 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應用是蠻實用的 就比如說我用那個 lunchpad的一個 library 然後它會去get一個 它會去到web server去取的一個資料 但那資料的interface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寫了另外一個class 我把它包起來 然後除了一些我覺得 我想用的interface 我想用的meta 直接使用以外 其他全部都自動委託給另外一個 自動可以委託原本的 自動委託給原本的5件 其實這一段是 這兩段是 那個logged的 sauce code 那我剛剛已經提過了大概5種應用 那實際上 其實不只這些應用 它可以 你可以發揮很多想像力去寫更多有趣的應用 比如說 你可以在 你可以做那個組合式的class 或者是 或者是說 你class建立的時候 它會幫你 自動去初始化一下 那些attributes 比如說 你用xml 或是用yml 或者是說 你的class的attributes 根本就定義在遠端的server 那class一一年一休的時候 它就幫你帶那些 幫你去遠端的server 去撈資料回來 再做 那個 屬性的初始化 那還有很多很多 請大家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OK 那我們現在 就是 我們 回歸到重點就是說 Meya Class其實用途非常的廣 那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少做一些工 然後 可以花比較多時間去 套去別人講話 要有正常的人生 就是可能去把妹啊 跳舞之類的 OK 那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是 Meya Class讓你可以把一個class的繼承數 就是說你一個class需要很多功能 那它可能需要很多繼承 就是繼承A 繼承B 繼承C 那它可以幫你翻轉成 它是一個組合式的class 也就是說 Meta Class比較focus在一個class的特性 因為 我剛才提到那些應用啊 其實都不是一個class主要的功能 比如說我一個class主要的功能就是 我要當database 要去連結database 那Singleton就是說 class只能有一個實力 就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而是它的一個特性 一個特徵 所以Meta Class可以來描住一個class的特徵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太magical了 所以不是很好懂 所以你的同事看到你在 你的工作裡面使用它 它就會抱怨你啊 然後有些人不喜歡太聰明的程式嘛 所以你在co-review的時候會被reject OK 那什麼時候要用Meta Class呢 就是永遠都不要用 只要你問這個問題 就代表你不應該用Meta Class 那下面這是一些reference 那其實我覺得我學Meta Class 真正搞懂的時候是在讀完第一篇 也就是說我完全了解 Type跟Object的關係 然後後面兩個才是知道說Meta Class可以幹嘛 可是真的要知道說 Type就是產生class跟class產生以後的流程啊 然後你要怎麼去應用 就是讀完第一篇 所以第一篇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推薦大家閱讀 OK 那剛才還有提到說 那個同事會抱怨你的程式嘛 會太聰明啊 他不喜歡 那我昨天跟人家聊的結果是 那個Synker 他就推薦了我一個解法 就是說你在程式嘛 加上上面這一段註解 就是說 這class是Meta Class啊 你不被預期讀它 請跳過它 好 謝謝大家 好 又到了我們問問題事件了 所以有問題想問我們海權的朋友們 可以舉一下手 請 我想請問一下 它可以讓 以前都是用繼承的方式去附加一些之前的功能 既定的功能 那如果說用Meta Class的話 它似乎可以把很多種class的拆開來 個別去組合起來對不對 就是透過Meta Class的方式 那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這些組成的時候 它有Meta Class的方法 如果說是相同名稱的話 它會去提出警告或者是 error嗎 還是它就後面的蓋過前面的 OK 其實Meta Class主要的用途是 它在class產生過程中動手腳 那剛才提到的問題是說 如果 用Meta Class去做Compost Class的時候 它 如果 就是用不同class去Compost 一個新的class的時候 它那個Messor都一樣啊 那 會不會有什麼衝突 那實際上你要看怎麼做 有一種做法的是 你的Meta Class是 在class的過程中 去 就是產生一個物件 然後去繼承 你需要的那些物件 也就是說用計程方式來做Compost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做Meta Rebinding 有時候class產生了以後 你再去Bind你的Meta 那第二種會有比較高的彈性 就是說你可以控制 你 你產生 就是你要Compost的class 它Meta的實際上是綁在哪個class身上 OK 還有問題嗎 好 OK OK 其實 你會不會有什麼 好 好 OK 請 好 請 提前 那 早 怎麼 看 可以用 class 去產生新的物件 所以你的 class 可以在 runtime 的時候去 compost 那 JavaScript 也是一樣 它的物件模型其實是 你用原本的物件 然後再去組合出新的物件 請問我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大家還有問題嗎 還請問好吧 我叫志文有興趣 陪我打電話 呼喚 你好嗎 我也要 Danke 好可憐 好可憐 好的 好可憐 我們先去就是 好可憐 你 好可憐 好可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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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